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政治 共产主义是源于基督教吗 共产与基督教的防务共用是一回事吗 为什么在纳粹时期 众多的教会领袖和基督徒去支持希特勒 基督徒可以反对腐败的政府吗 就这些问题 我们有请黄克文牧师 黄牧师向您请假的问题是 为什么同为基督徒 同读一本圣经 但却有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 您怎么解释 政治的范围非常广泛 政治的主张 也包括各种各种的层面 所以政治的主张可以有不同 甚至是完全相悖的 虽然有不同 可是这些主张 我个人的看法都是有相容性的 举例来讲 最近在美国国会里面所争吵的一个事情 就是有关于全民保险 对吧 这个全民保险有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强制性 如果说是你不保的话 它可以给你罚款 另外一个党就说这种强制性 是不合宪法的 所以他们就想把这个强制性给 就这样拿掉 不管是强制或是不强制 这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政治主张 那他们个人所用的这些背后的这些数据 实际上都是根据最后是不是造成 国家一个经济上的负担 有这么一个很detail的财务上面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相反的一个主张 但是我相信两方面都没有说是谁对还是谁错 另外就是有很多类似的相反的主张 像是枪支的管制 对吧 那大家了解 就是说这两派有的人说一定要强制管制 有的人说要放松 各有各的道理 那另外还有关于经济上面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不是应该要举债 还是不要举债来发展经济 到底是要鼓励消费 还是要鼓励节约 在福利政策上面 是要一个宽松的福利政策 还是紧缩的福利政策 在货币政策上面 是一个紧缩的货币政策 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反的主张 对吧 那背后也有各种不同的论点 所以这个不同的政治主张 在这个圣经里面 并没有特别的教导 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几个例子 因为圣经基本上是一本是讲救恩的 它很少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 还有社会的福利等等 但是有很多明确的教导 关于道德的教导 举例来讲 就是常常在选举的时候辩论的 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堕胎 那是政府可不可以用公家的钱 来支持堕胎中心的设置等等 那在这方面就很清楚了 对吧 应该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如果圣经有教导 就应该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做这件事情 黄牧师 有观众朋友跟我提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困难的问题 他说一个什么问题 他说基督徒都是好的 并且内心都非常良善 品性也很好 但为什么在二战期间 这个有很多教会的领袖 和一些基督徒去支持希特勒 他觉得这个问题 他一直就不理解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关于这个基督徒的灵命 我们在上一集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同样是基督徒 他们的灵命有深跟有浅 那在圣经里面特别也讲到 就是说在教会里面 有麦子跟杯子这两种 那什么叫杯子呢 杯子有时候念拜子 那基本上是一种草 那这种草呢就是在刚刚发芽 还没有冒出稻碎的时候呢 这种草呢跟这个麦子长得完全一样 所以大家也必须了解到 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 仍然有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可是呢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 那英文这个名字叫做 Pervest Christian 他嘴巴里面说他是基督徒 可是他不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教导 来过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 他的行为举止呢 行为举止呢 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神所看的是内心 那外面世界的人呢 所看的当然是外表 对吧 那这件事情呢 也只有到最后 神来做最后的工断 但是呢 很明显的就是说你明显的支持这种纳税 这种暴政呢 是错误的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 神呢 也用很多暴力的政权呢 来传递他的信息 来成就他的计划 举例来讲 就是在圣经里面 这个以色列人被送到这个埃及地 做奴隶做了400多年 那个时候呢 埃及实际上是非常迫害他们 也虐待他们 那另外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当以色列人 受被神的应允呢 回到了迦南地 建立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那因为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呢 没有遵循这个神的律律跟典章 所以神就要处罚他们 那神怎么处罚他们呢 神处罚他们就是 兴起了另外一个政权 那这个政权呢 就是巴比伦政权 那这个巴比伦这个政权呢 实际上是非常暴虐的一个政权 非常暴虐的一个政权 那神用这个政权呢 来管教 来管教这个以色列国 管教以色列国 所以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 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到 就是说神呢 他是用一些政权 来传递他的信息 也来成就他的计划 对吧 所以在那个以色列人 被这个巴比伦 被掳到这个巴比伦 这个地方呢 就有70年的时间 但是神呢 也是经过一个波斯政权 一个波斯政权呢 把这个以色列人呢 又带回到原地 所以呢 很多神的作为 我们很难去测度 就是为什么会兴起 这个希特勒的政权 当然就是说 圣经里面没有讲到 希特勒的政权 但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 这些教导呢 知道就是说 神用一些政权 来传递他的信息 神的作为 非常难以测度 但是我们知道 神他是掌管的 整个世界的历史 黄牧师 因为有些网友啊 也跟我提了一些 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深度的问题 他们读了个使徒行传 就有房屋公用嘛 这些基督徒住在一起 把财产都拿出来 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他就提出来一个观点 其实我看在学术上也有 就说 共产主义啊 其实来源于基督教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教啊 他不是房屋公用跟共产呢 确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啊 我相信这个 共产主义呢 要找他的这个理论基础呢 他可以尽量去挖各种不同的这些 古时候这些政治的形式啊 在这个刚才张博士所提到的 就是使徒行传呢 在教会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大家晓得这个 第一个教会呢 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呢 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 他应许在五旬节的时候 把圣灵降下来 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 以色列人呢 住在各地的人呢 都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日 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是外地的 那时候大概也是没有什么旅馆子 没有这个旅社这些人可以住 所以当地的基督徒呢 就非常的热心 也开放他们的家庭 招待他们 对吧 把他们家里所有的东西呢 来共用 那在第一次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呢 在耶路撒冷呢 有一连串的这个 一连串的福音聚会 当时使徒彼得呢 也这个 在传福音上面呢 讲了很多次的道 那因为呢 这是第一次这个福音 向世界上 残名 讲了 那很多人呢 也就听信了福音 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呢 就讲到就是说 信徒呢 非常的兴奋 神的道开始 向世界已经开始说明了 那这些人呢 也希望留一下更长的时间呢 再仔细的听一下神的道 因为他们到底是住在外国嘛 就是那个时候 以色列就是很小的地方 就是在当地的圣徒呢 就因为为了要招待这些人呢 就把他们的家产都变卖了 就是能够招待这批人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 就是说 整个圣经里面呢 实际上除了那个特殊的例子之外呢 就没有就是像是共产主义 把这个所有的财产充公 然后再重新分配给这个所有的人用 所以我们知道 特别是这个今天这个苏联的共产主义呢 甚至是中共的共产主义呢 都并非是源于基督教的 并非是源于基督教的 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教导任何共产主义的思想 除了这个特别的故事 那我刚才也跟各位观众说明了一下 这些故事不明的背景 那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 是一个唯物论的 所以跟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呢 是完全是一个南辕北侧的 南辕北侧的 但是呢 讲到这个繁物公用呢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 这个所谓的consistent的一个message 非常这个有一致性的message 就是讲的均平 那共产主义呢 实际上也是讲到这个均平嘛 对吧 把这个财产全部这个拿出来 然后平等的分配 那这个均平的目的呢 实际上是照顾这个弱势的这一群人 照顾弱势的一群人 那有几个例子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例子就是说 在这个耶稣基督时代呢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不但是有钱 而且他是这个做官的 而且他又年轻 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富有的少年观 他有钱了之后呢 就想这个就说 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 因为正好他活在这个世代里面呢 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到 永生的这个福音呢 开始传了 所以他就去问耶稣说 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 这个有钱人 那耶稣说 耶稣就说 律法你是知道的 你有没有行过律法 他就说 我有 OK 摩西的律法里面 我都行到了 那耶稣说 好 那很好 有一件事情呢 你没有做的 就是说 你这么有钱 你就应该把你所有的东西呢 都变卖了 OK 虽然这个故事呢 非常可口治的故事 那这个有钱人呢 到最后圣经的记载说 因为他的钱太多 他舍不得 他就没有把这个钱分出来 然后去均贫 所以呢 那他就没有得到这个永生 那另外方面呢 也讲到就是说 在以色列的 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 有十一的奉献 对吧 那十一奉献之外呢 每隔三年呢 他们又加上十一 所以第三年是 百分之二十的这个钱呢 他们所这个赚的 他们所生养的东西呢 或是在园子里面 所种的这些果树等等呢 都抽出来 拿出百分之二十 那其实百分之十呢 是怎么样呢 是来供给这些弱势的这些人 包括孤儿啦 寡妇啦 在寄居的人等等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 有很多这个 就是说 周济贫穷 而且军贫的这些理论呢 那实际上呢 这个跟今天的 共产主义呢 实际上是不同的 黄牧师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要面对我们的政府 但是呢 也有一些政府 它是比较腐败的政府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 是应该顺服 还是应该反对 大家晓得这个新约圣经呢 是写在将近是两千年前 两千年前呢 它主要的写的这个新约圣经的历史 是在这个 以色列 就是今天这个中东 耶路撒冷 北面临的是伊拉克 叙利亚 南面呢 临的是埃及 是这么一个地方 那那块地方呢 当初是由这个 罗马来统治的 是一个罗马的政权 那罗马政权呢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神所兴起的一个政权 神所兴起的一个政权 那这个政权呢 维持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晓得 就是罗马帝国呢 最后分裂成为 这个东罗马帝国 跟西罗马帝国 这个西罗马帝国呢 维持到四百 西元四百多年 那东罗马帝国呢 维持了更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呢 这是一个这个政权 这个政权在这个世界上呢 应该是属于非常 如果不是第一的话 也是前面几 非常长的一个政权 所以呢 这个神的这个使徒 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们就特别有提到 就说到底我们这些基督徒 是不是要顺从这个政权 顺从这个 在那个时候的政权 是不是完全的顺服呢 还是可以选择的顺服 所以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非常 在当时候呢 也面临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在圣经上有非常明确的教导 这明确的教导是什么呢 就是说所有的政权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这些的政权呢 都是神所应许的 他有他的目的 特别是在讲到这个 旧约圣经里面呢 但一里书 先知书 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说神为什么 允许一些暴力的 一些腐败的 一些非常有攻击性的 这个政权呢 存在这个世界上 那这些政权下面的人民呢 是不是应该顺服呢 现在我就是跟大家分享 几段圣经 这个圣经呢 这讲到就是说 在彼得前书里面 他讲到就是说 你们为了主的缘故 就是为了神的缘故呢 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因为这个君王呢 是神所派 罚恶赏善的承载 因为神的旨意呢 原是叫我们行善 那这边所说的 就是说这个政权 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实际上是应该 做一件公义的事情 对于恶跟善呢 恶要罚 善要杀 这个是神对政权的目的 因为人毕竟呢 就是说有各种的罪性 对吧 如果你太过放任 这些人的罪性 没有一个政权的管理的时候呢 这个一定是天下大乱的 所以呢 在圣经的另一处呢 他又讲到就是说 所以要抗拒掌权的呢 就是什么 抗拒神的命令 抗拒神的命令呢 必自取刑法 所以呢 做官的呢 在上面的呢 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 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 因为这些政权呢 是神的用人 他是对人是有益的 若作恶应当惧怕 对不对 这些政权呢 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渊的 行罚那作恶 所以这个是这个 使徒保罗所讲的 那这个道理呢 我们今天仔细的思考一下呢 实际上很难了解 甚至很难接受 因为这个有些这个政权呢 实际上是非常不公义的政权 那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神 为什么让这些政权存在呢 为什么让这些政权存在呢 那圣经的解答就是说 这个神有神的时间 政权的兴起 跟政权的没落呢 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神要送给当代的人一个信息 就像我上一集所举的这个例子 巴比伦 他用这个巴比伦这个暴政呢 这个暴政呢 远这个残暴于 今天我们今天看到 这世界上很多残暴的政权 像是已经这个 已经被失败的伊拉克政权了 还有利比亚政权了 在神的时间里面呢 他们都被瓦解掉了 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时候说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政权 是神所应许的成立的政权呢 在这个世代当中呢 我们就是顺从跟忍耐 然后看神的作为 观众朋友们 在本期节目中 黄克文牧师告诉我们 共产主义思想并非源于基督教 圣经中没有任何教导有关 共产主义的思想 共产主义是无神认者 他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 支持纳粹政权是错误的 但我们也必须知道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 他的很多作为啊 我们难以测读 但我们应该有坚定的信心 因为神是美善的 他的爱是无限的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黄克文牧师